新任的中选会主委赖浩敏 确定要推动不在籍投票 但是朝野政党对于不在籍投票 是否也适用于大陆台商 有很多不同意见 而有学者认为 不在籍投票可以提高政治参与 大方向值得肯定 但是最好是循序渐进 从国内因为工作或者是行动不便 必须不在籍投票的小范围选民来做起 这样可行性比较高